你剛才說 警察懷疑是許忠信撞到高山 連人有殺給你 是啊 一開始我也跟我說 警方說得很有道理 有可能說 那些庫長情真的被我賣掉 真有可能 那天你認得短片了 你的辛苦兵 像許忠信一個人 當然是怎麼說 不會啦 那庫長情是我小時候 他沒有那個大 你別看許忠信 他連自己的學生 都能送去桌家 媽 你呢 你是他的什麼 當我給人家的湯 還給他吃肉 還說我這個大 對他不好 年後呢 你怎麼還相信他 年後那個張淑雲 就在香港走進來 找到什麼 那天早上的 那個庫長時的文獎 警方找到的禁錄就瘀掉了 他有無財情的證明 那些鄉長的嫌疑 當然又從我這裡來 我女兒是感覺怪怪的 我女兒是感覺怪怪的 我女兒 你以後跟許忠信 組合起來比較小 我女兒沒有多一天 你自己賣了 你還要看他算錢 不會啦 我女兒高三 也沒有寫 在家裡說 是不會碰到最重的 我女兒 有事嗎 小粥粥 我是爸爸 你害怕你怪怪嗎 你叫你不要亂說這句話 這段時間 店船也不能說嗎 我是怕你叫慣喻 如果沒什麼說話 夫人知道了 我們就在世了 不過要我女兒 不能喊嬰兒 不能糟糕天下 我求婚女兒 真的很痛苦 你不行也要女兒 我女兒想要看 夫人知道的效果 這樣我們是不會女兒當時 可過一句話 夫人就要愛我女兒在人家 我要去想辦法 只有這個辦法 可以過關 什麼辦法 把實驗中心韓哲凱的樣本 我做是你的 要不然 我們把實驗中心韓哲凱的樣本 全部廢掉 如果這樣 安可和江蘭蘭 就真的沒效果了 如果夫人知道 這個孩子是你的 你感覺夫人才會扮人手 只要韓哲凱的真資格 還在 就算夫人沒找我做代理的業務 他也要做其他人 如果這樣 我們就沒辦法為夫人那裡 繼續拿到好處 沒錯 如果交通人去過的行路 他知道 一定會叫你拿到我們的孩子 然後叫你做第二次 他拿到三次的人工所用 這樣我們就只能做孤兒子了 有人這麼聰明 他一定會用自己的簡體 來營造我們的 我還想讓他 用實驗中心的簡體來做比退 只要我們先擋腳掌 那內衣就萬無一事了 我怎麼會帶到你這麼聰明 這一定是我 尋找到這次人家 做了很多好事 這麼會帶到你 這次發生建材 是我的建材資料 全部都是按照王樂仙的要求 你如果是感覺沒問題 我就拿給王樂仙了 這個資料沒問題 這個資料沒問題 我會跟公司的幹部副會討論 謝謝你 替我洗給Erik升級建材 我說過了 現在我們一定要團結 只要我做得到的 我都會配合 但是在這麼重要的時候 我發現我們這裡有這麼大廟室 在教我們的部隊 什麼意思 你給我看是要做什麼 我跟你做頭到尾都不是同一名 那浩宇 他就只是歲了 才跟你同一間公司 他跟你也不是同一國的 張淑儀 你們家的許中信 像Erik 用Erik 他既然把舊家弄到人的事 栽贈給Erik 你真是很過分 所以說臨舊開車的人 是許中信 老闆的路姐 八哥哥說的話 怎麼能相信 金剛那邊已經有見故見面 中信是給我們王 開車的人是周志豪 當時他在八樓就已經漏車 坐舊的車回去 朗淑儀 你剛才說我是前一天出社會 垂直的基層資資機穿工 很簡單好不好 你請怎麼這麼多好事 竟然這麼在懷疑 許中信的秀庫 垃圾的現場 在馬上就把秀庫穿好 沒有騷擾機 不然他是哪會有問題 中信他是無名其妙去給王王 他真正的 打電話來告訴我什麼 笑口的事 所以我這麼趕緊找出來 送去警察局 陳茂舟 這樣是哪會不對 還可以說 林安周志豪 他也說 中信無可憐 張淑儀 你又好意思說 Erik這麼厲害相信許中信 結果許中信算得由Erik 對他的心理談談他 Erik對身居賓的朋友真好 不過他最討厭反悔了 許中信如果真的叫Erik去打桌 他的行程就對他很淒慘 同樣都是為了給自己的王子 我真了解你是怎麼這麼贏得到 要把周志豪拆擠擠擠 不過 事實就是事實 就算周志豪跟中信骨頭好 也不說要從事等她 graduates 張淑儀 你又給我等 我一定會把心情調uate LAN 這名Erik的情報 事夠 我也有看你和徐忠希 怎樣要和母親 好啦 那這樣 那你也要更注意 我這個超完美管 obliged 一定要跟 hace men說 你家裡的孩子百分之九十九 不是澤凱 是周志豪 張淑儀 你想要什麼我和夫人的感情 這感情不太太簡單了 再說 我老婆去養什麼DNA 我自己都不知道這孩子的爸爸是誰 你怎麼知道 主持娘娘跟你說 沒有 不是娘娘跟我說 是你娘 周志豪 她跟我說的 聽了 你在黑白說 我沒有黑白說 你娘之前是起床給你掛出去的 現在 什麼鄉鄉改變態就對你吃娘好 那裡沒有一個男人 可以接受自己的母 我到裡面的孩子是白人的 就算是子宮外遇 那也不可能 所以 她的兄弟很明顯 就在睡眠一起了 在家裡的孩子一定是她的 Erik跟許中心模一樣 她萬一替我洗手 就算說我家裡的孩子是走開的 現在已經想通了 她萬一支持我 畢竟公爵和夫人對她也有問題 她應該不是支持你 她只是為了她自己的利益 就算說是這樣 跟你們有什麼關係 過幾天我就去找夫人 跟夫人討論沿蝶的事情 是跟結構就會知道 我希望 若是憲哥可以有效術 公爵真是哪會知道 一定會很開心 你不要提人考慮拜師 正常人沒有人會接受這件事 也不會覺得開心 但是身體是你的 你老婆如果是沒意見 就別人也沒辦法說什麼 既然這孩子已經有了 她就是一個死命 你要好好認識她 我只是希望你最清楚 這孩子出席醫療的事 不要因為大人的理由 去上海的孩子 是啊 既然都要洗了 就要好好認識她 保護她 不要把董事 自己賺錢的工作 我看 是這麼難 謝謝 不過外人 不要吵她媽媽 這才是對小孩最好的母 好 我會覺得小孩